大家现在呢是叫你苏神 你还有印象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是什么时候吗 其实没有说第一次听到 其实有时候是看到一些报道上面写的 后来后来可能有更多的人在叫 应该可能更多是在18年的时候 可能18年的时候成绩也比较好 然后不断地再突破自己的60米100米 所以说可能别人就觉得比较很神马 可能在这种年纪还可以创造这种成绩的话 但是你第一次跑进10秒是2015年对不对 对2015年 2015年的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一次比赛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015年的这个尤金钻石联赛 当时是我是代表国外队 就是我的战术上奈克续德他们 因为尤金这个地方是这个田径的发源地 因为应该是所有的田径最高级别的水平运动员都特别向往的一个圣地 他是一个圣地确实是 然后在那里参加了2015年也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这个这么有规模性的这个专业战 然后我记得去之前我是在这个鸟巢跑了106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这是要进一步 然后我去比赛的时候确实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上跑道的时候 我当时回来做央视采访的时候我也说过 我上跑道的时候 我感觉有人跟我说 这场比赛我破10秒 真的 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 是怎么说的 是脑海里面传进来的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是比赛 我想这个东西干嘛 真的是真的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出现 算了我还是好好比赛 然后一跑到终点 其实我感觉当时那场比赛 我跟这个第二名不是特别远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然后一直看着大屏幕 后来我是第三名 9秒99 第四名也是9秒99 所以说我当时就很开心 成功地打破了10秒 也成为了我们黄总人 中国人第一个突破10秒的 牛运动力 当时就是第一次 就是看到那个 自己的成绩的时候 那一瞬间应该是 会有点懵的吧 还是立马就反应过来 开始非常喜悦兴奋了 立马就反应过来 特别开心 而且我记得 当时那场比赛 翔哥也去了 因为在我 我在赛前一天 我看到他了 我们在那里 做一些人生的准备活动 然后他刚好也去美国 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他就过来看比赛 然后翔哥在我 点路之前 他就过来了这个场地 过来看比赛 为我们加油 他也在赛前也给我 给了我鼓励 然后也很开心 能够在翔哥的 电影下就突破10秒 现在回想起来 脑子里面那个声音 是他的声音吗 有他的声音 而且我还记得 我当时一跑完下来 就充饰完 我衣服还没换完 他就跑到我们 这个换衣服的地方 跑过来抱着我 因为翔哥确实也是 我们中国天津的 灵魂人物 确实他做出了一些 我们以前从来都 没敢想做的事情 虽然说我跟他的项目 不一样 但是他的精神 肯定是影响到各种 各种想象 其实你在很多的场合 都谈起过他 然后包括心底里边 对他的这种敬佩 我觉得可能未来 其实真的也会有 很多的年轻运动员 包括小匠 在谈起你的时候 也会是同样的 这个情感 我觉得可能 就是一种传承吧 因为我觉得翔哥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对他来说 他可能是 年少就出名了 然后可能在 在这个长短过程当中 就会显得更加的张扬 因为他还是属于 那种比较张扬的一个人员 但是他的成绩确实 也非常好 但是到达他在 应该是有伤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得到 大家的抱怨 因为他从小出来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冠军冠冠军 所以说大家已经习惯了 他的标签就是 刘霞就是冠军 所以说只要他失败一次 我觉得当时 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可能就开始说他 但是确实是运动员 没有一个运动员 不想去表现自己 不想去把自己 最好的精神状态 还有发挥的水平 表现出来 他也是没办法的 但是我觉得他最值得 我敬佩的就是 他在08年受伤之后 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他要重新返回到 这个赛产上面 而且是以国际 异流的水平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是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我觉得他在背后 已经用了非常多的努力 还有他的付出 是我们都没办法 感觉得到的 明年都感觉不到的 因为我觉得运动员 做的东西的话 可能普通员的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所以说他的精神 值得我们去学习 也值得我们去 继续传承下去 而且其实运动员 在日常的这个训练 包括这个比赛当中 其实都是在用 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 很努力 很艰辛地 在一点一点 提高自己的这个成果